周三将带来对纽约交易者非常重要的新闻 让我们通过都高斯倍经济之力来了解更多信息 7点15分将要发布的是5月份瑞士消费物价指数 4月份的月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 8点半将要发布的是4月份英国工业生产 3月份的工业产值从前一个月0.2%的下跌中反弹 但增幅仍小于预期 接下来格林尼致时间12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 8月份加拿大迎接许可 继一个月前好于预期的15.3%的增幅之后 7月份的许可数量下滑 2点钟将要发布的是美国JOS职位空缺 职位空缺数量持续三个月在上升 目前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 纽约交易者要密切关注 新西兰储备银行于晚间9点钟 将要发布其最新货币政策声明 政策制定者在上次会议期间保持利率不变 但他们也注意到 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削减利率 晚间11点01分将要发布的是 5月份英国Ricks房屋价格平衡 4月份该指数略微走低 而调查人员也注意到 主要是因为家庭需求下降 11点50分将要发布的是 4月份日本机械订单数据 3月份订单数增长超过预期 主要是由于国内和海外的需求都有所增加 凌晨6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5月份日本初步机床订单 4月份订单总数下降 主要是由于国内订单的增长 被国外订单的下降所逆转 我是希勒斯塔斯基纳 以上内容为6月8日周三的经济日历 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 周四的相关概述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